两爱一家亲,共逐中国梦 大家好,我是郑州大学2020级本科台湾学生董廷玉 首先,作为一名从宝岛台湾过来祖国大陆求学的台湾青年 能赶上中国共产党第24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展 我感到荣幸之志 也恭祝中国共产党第24全国代表大会顺利举行 在听完习近平总书记所报告的开幕式后 我感到受益良多 让我更清楚,更准确地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艰辛 态度、信念以及目标 犹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我们必须要坚定历史自信 增强历史主动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地划张 这不仅仅是全党同志的愿景 更是全中国人民应该具有的精神 第13点 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 推进祖国统一的大象中 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治理香港、澳门地区的坚定原则 以及所获得的成绩 而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贯彻新时代当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让我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于台湾问题的重视以及关心 正如会中所言 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每一位中国人必须要坚守的信念 祖国统一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聆听了总书记的20大报告后 我倍感振奋 大学毕业后 我在大陆就业生活了四年 一路上我不断地见证祖国多层面多维度的发展与繁荣 祖国的非凡成就 让我感到无意言表的自豪 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 科教新国战略的重要意义让我印象深刻 教育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人才建设的重要土壤 而青年人则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顽强种子 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学子来到大陆求学扎根 接受祖国良好的高等教育 也有诸多有志之士来到大陆就业创业 在这里实现了梦想 台湾青年迈向祖国的脚步将更加坚定 更加充满力量 祖国大陆是台湾人民发展所趋 是心知所向 是血浓与水的手足同胞 更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我相信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也是携手共建两岸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报告 对过去的五年以及十八大以来 党的各项工作取得历史性的成就 历史性的变革进行中 是最集中的最生动的提炼总结 令人振奋 此时此刻作为一名中国青年 自豪感 幸福感 油然而生 大会其中两点特别让我印象深刻 其一是青年强者中国强 当代中国青年身逢此期时 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 实现梦想的前景 无比光明 身为在大陆的台湾青年 深感到祖国大陆 充分的将此机遇无私的向我们台湾青年分享 其二是台湾问题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问题 我们心中应该有一个民辩是非的耻 杜绝一切影响中国的外来势力 两岸同属一个中华 血浓与水 是一家人 祖国对统一事业也有着明确的总体方针 也充分的表达最大的包容 在两岸文化紧密的交流下 增进彼此的关系 一同推动弘扬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历史的大轮不断向前 祖国完全统一的进程一定会实现 最后我想说的是 作为一名在大陆的台湾青年 深感到国家的命运 与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在疫情的考验下 更能体会到举国同心 众志成城 也呼吁更多的台湾青年 肩负起青年的责任 做好两岸桥梁的红砖 把握机遇 在大陆这片沃土上发挥所长 做出更大的贡献 大家好 我是目前就读于四川大学的台青吴嘉文 今天听了二十大之后 我有许多感触 回望过去 展望未来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 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时期 古今借鉴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我们要从历史中总结教训 吸取经验 承担当代青年的责任与使命 为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贡献绵薄之力 针对报告中所提出的完全统一 我百分百支持 一方面是台湾人与大陆人都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其次是两岸统一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作为人民群众 我会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宣传两岸文化 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为祖国统一贡献一份力 身为一个祖籍河南的台湾同胞 来北京定居发展已经第六年了 二十大开会当天打开微信 朋友圈被直播转发开会内容给罢评 深刻地感受到大家对民族意识的重视 看了直播之后 为会议中所说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气和的内容给深深感动 也被会议的庄严隆重给震撼 两岸人民本是同根同足 血脉相连一家情 作为中华儿女 一起祝愿祖国早日实现和平理想的伟大愿景 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两岸同胞们大家好 我是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台南人周博人 台湾同胞是中华大交亭的一部分 而大陆学习的这些年 我深刻体会到 只有国家富强 我们才能够更加充满信心 收获来自国际社会的尊严 祖国大陆正在通过不懈的努力 让更多台湾同胞在大陆共享机遇 期待我们在这里的每一天都会越来越好